受到寒流来袭 吃火锅消费者激增 因此台北市果菜拍卖市场 今天高丽菜拍卖价格 一口气涨了近两元 农民终于可以松一口气 不必再拜托民众协助采收了 而根据农委会农粮署统计 这一棵高丽菜从全台供应面积 最高290公顷到2月194公顷 足足减少了58公顷 加上这两天寒流 带动民众吃火锅 造成高丽菜需求激增 加上即将要开学 因此学生营养午餐 需要大量蔬菜 而高丽菜价格目前相对便宜 因此厂商才会大批进货 造成高丽菜价格稍微上涨